老灯脑门上莫名出现一个黑色的大叉 还没反应过来咋回事 他发现坐在对面的老妹脑门上也有一个叉 男人下直了 撒没一圈 他发现居然整个地铁的人脑门都有个大叉 但是这个叉别人并不能看见 男人知道这个大叉是浴室离死不远了 那他喵的整个列车上的人都要嗝屁了 完了 这地铁是不是要爆炸呀 想到这 男人疯了似的喊 喂 都下车 这趟地铁可能要原地爆炸螺旋升天呢 但周围的人没人屌他 都行似他有毛病呢 老灯没办法 只能自个儿出去 老灯行似 赶紧把这事告诉地铁员 没想想这丝头上也有一个大叉 老灯菊花一紧 哇里哇里哇 这不是地铁又爆炸呀 这是整个地铁站都要爆炸呀 老灯吓得三步并两步往外跑 救命啊 地铁站又爆炸了 可等老灯到外面一看 怎么事 怎么人人脑门都有一个大叉呢 难不成这个城市要毁灭了 我他喵还没当爷呢 可不能就正嘎屁了 老灯赶紧往家跑 想带闺女媳妇一起跑 赶紧的媳妇 这城市可能要毁灭了 你赶紧收拾行李 把闺女还有那狗仔子都带走 可没想到这娘俩一回头 再看一眼那狗仔子 脑门都有一个大叉 媳妇说你干什么玩意 什么毁灭了 你最低还能花25年呢 男人懵了 为啥你 因为咱家房贷还有25年没还呢 你别拉伤气 我没跟你闹好好好啊 就在这时 电视新闻报道 说小日子的某个地方 爆发了一种病毒 并且传染率非常之高 致死率更是高达99.87% 高层官员开发布会 还忽悠别人呢 闹手啊 没事啊 这病毒虽然厉害 但是我们已经控制住了 老灯一看 拉库刀子去吧你 你自个脑门上还有个大叉呢 你离死也不远了啊 这时老灯才意识到 这不是城市毁灭呀 这是整个国家都要寄记呀 果然没几天 小日子病毒肆虐火山爆发 又没几天 小日子在世界地图上没了 哼 没了 这短片来自世界奇妙墨语 其中的某个故事 要我说这编剧是真牛啊 把自尔国家给写没了 呵呵呵呵 我说这编剧是真牛的